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隨著,社會上普遍發現出生率降低,人口老化,情況也開始嚴重 聽到身邊有些朋友經常發現家中有些老人家 或者其實都不是認真很老的 突然間可能經常覺得聽到不清楚,好像有些耳聋的情況出現了 或者袁先生,你在臨床上有沒有處理過這些病人 可以解釋一下給我們的聽眾聽 例如有部分是怎樣的成因 而我們又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當人認識一些老人家 他經常跟你說,你要說大聲一點 他聽得不到,或者你發現他看電視是開得特別大聲的 可以這樣說,耳朵聽覺的退化 靈敏度降低 跟延記可能也有很明顯的關係 但當然,如果臨床很多情況之下 如果及早發炎,及早去治療他 有機會可以在你死那天 你的聽覺也可以是正常的 我也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做到這一點 我們叫做耳的聽覺失衷 或者是壞了、差了 通常是有什麼情況呢? 很多時候我有兩大類 一咀我們叫做conductive loss 就是耳的傳遞方面出現問題 耳膜出現問題 耳膜出現問題,耳骨出現問題 令到傳遞的聲音去不了內耳 導致失衷或聽覺弱了 第二個情況就是神經系統 聽覺神經的破壞 很多時候,第八條神經就是聽覺神經 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就開始損壞了 很多時候有兩種混合 一方面是耳骨、傳遞方面 和神經系統出現問題 成因方面是什麽呢? 一種可能和遺傳有關 如果有些是遺傳性的 當然不會突然出現 有些是容易出現 第二個成因很多時候是喜歡發炎 很多時候耳骨出現問題 很多時候耳骨出現問題 很容易發炎 重複性 令到耳骨的氣管方面 真的算壞了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血管本身的問題 包括高血壓 頭部受傷 腦部有腫瘤 或者我們去供應 或者我們去供應 聽覺神經的血 出現了血塊 或者供應出現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多化性、硬化性 Multiple sclerosis 神經系統 即是瘋線 絕緣系統的絕緣體 慢慢破裂了 即是剛家的電線真的黏了 煤毒 以及凝血功能的毛病 還有一個當然 長期暴露在噪音方面 分配85以上 長期暴露在噪音方面 都會症到耳劑慢慢退化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年紀大了 大部分65歲的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 尤其是高頻率 首先高頻率可能差一些 還有一個的情況就是 用藥 用很多抗生素 很多不同的抗生素 那些乖奶 那些桂林那種藥 其實很多藥 副作用 都是令到聽覺慢慢慢慢变 當然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暴露在噪音 尤其是搖擺樂的音樂師 那些打鼓聲音很吵 這是在工作上造成的問題 好了 在症狀方面 如果是嬰兒 你會發現嬰兒對環境的聲音 好像沒什麼反應 尤其是對大聲音 應該嚇倒他的聲音 也會沒有反應 這種情況就是 你會留意嬰兒是否聽過問題 還有老人家 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聽話 他自己都很快會察覺 聽話方面 周周的環境聲音是不妥 以及耳鳴 所以在症狀方面 其中一個我們要容易看到 就是我們先看看藥物 很多藥物是會令我們聽覺的 但很多人使用的時候 就不覺得 但有些情況 譬如你用了某種抗生素 一用了 立刻聽覺差 很容易知道原因 但很多時候不是的 有些是慢慢出現 那些是很難知道的 還有一個很容易 都經常遇到的聽覺失聰的問題 其實是什麼呢 是乙屎 我最近聽到一個家人的個案 他突然聽不到聲音 於是他去檢查 醫生幫他檢查 抽了一塊東西出來 他便去化炎 他便去化炎 化炎便說 什麼東西啊 是乙屎 我想想 要不要去化炎 你拔個地方 你已經知道 那些是乙屎的地方 但當時也有些很罕有的情況下 耳朵後面可能有些腫瘤出現 但這個腫瘤 你不容易可以挑出來 無論如何 這個情況就是 乙屎一拔了之後 就馬上聽覺出現 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有乙屎 都會令你聽不到呢 通常乙屎是軟的 濕的 那些人就有這些 鳥耳朵的習慣 蓮蓬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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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會出現 一般乙屎是乾燥的 會自己掉出來的 粉朵的通常都不會影響得那麼嚴重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就要看看 好 但我發現 但我發現 我知道乙屎 但他經常有很多乙屎 生結也有的 怎算好呢 幸好同學療法 都有四五隻療劑 幫助病人 因為乙屎生得多 我們這些療劑是幫助他處理得到 好了 在療劑方面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也有好幾隻療劑 简单說幾隻療劑 一個療劑是石墨Graphides Graphides的情況很有趣 他聽過在草叉的環境 他聽得真些 反而在淨的時候 他聽得差一點 主要是說話 草的環境 這是石墨Graphides的症狀 另外一隻是Hipa-soul club 流化甲各方面 通常是耳朵有山仓 有农泡 或者是耳朵串 其實這個療劑是專門串 那些农瘡的處理 還有一個療劑 Hydrocyamic Acid 通常是什麽情况的失聪呢 就是當你有脊椎性的腦莫炎 這是處理腦莫炎的療劑 可能在腦莫炎的過程中 他也聽不到 所以就用這個處理腦莫炎的療劑去處理 最簡單的就是Kalimur Kalimur是六化甲 最常見的就是用一些一般性的 例如有些人說 好像有些感覺 你沒什麽症狀 都不知道用什麽療劑好 我就先用Kalimur Kalimur尤其是利胎比較白 通常是耳朵分泌多了 可能耳朵分泌多了 这个就用Kalimur去處理 最重要的療劑是Mephydes Mephydes是臭油 就是Skin 这个療劑很有趣 是怎麽来的呢 由出生就開始有 不知什麽原因 出生就已經失聪了 可以用這個療劑 通常用30C开始慢慢加高 当然用长时间 用半年、一年 也有时候加上另一种 是Tabeculinum 200C 肺炉質的療劑 可能每个月丟掉下去 平时用Mephydes 每日用一用 用一个长时间 可以试一下这些天生性 还有一个是Mephydes 是Kalimur Kalimur是金拱 即是水银那一种 通常年龄大的人 耳朵有很多分泌 可能是耳穿了 失去耳胭管 尤其是潮湿天气 这是Mephydes的療劑 还有一个療劑就是Mepserium Mepserium 通常用于濕疹 而濕疹 濕疹会影响到耳朵 或者耳莹管 令它禁止到 所以在同量疗法里面很多 还有一个是salicylic acid 水阳酸 这就是亚时不灵 通常这些人有耳朵 听不到声音 还有缓运 记住缓运 还有耳朵耳朵 这主要是Menea disease 梅耳症状 是三样东西 清觉出现问题 头昏和耳朵 从英国说 有些时候年纪大的人 其实耳朵是钙化了和结纳 我用了疗剂 叫做phiocyanum 是戒指油 很多时候我身体结纳 或者开刀之后 伤口是结纳 可以想这个疗剂 或者耳朵 可能做了手术之后 开始结纳 可以使用phiocyanum 戒指油 可以帮你融化 其中一个情况 我曾经说 年纪大的人 很多时候 是神经线 听觉神经的失踪 你用戴耳机 其实也很难 没什么帮助 我们有一个疗剂 叫Chinopodium antimintica 英文叫Jerusalem屋 中文翻译 叫耶路撒冷像树 大家记住 失踪听觉出现问题 是很常见的问题 大家都不要觉得 没有什么可以做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听不到的事情 当然也不是比失明更差 失明更差 我知道 肯定 但这种听不到的事情 都不方便 所以遇到这些问题 早点去寻求一些好些医疗 有机会帮大家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其实五感官里 时间没有了一样 都不会令人舒服 但现在在医疗 袁医生在临床上的同类疑法 其实有很多情况之下 都可以帮助到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之后 遇到这些问题 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这些问题 可以及早使用疗疗去处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的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购买一些疗疗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 csa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发愈利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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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